最近轰动整个娱乐圈的张婷和林瑞阳 涉及传销的事情搞得废废洋 昔日的明星大腕为何成为大家口诛笔法的对象呢 他又是怎么从娱乐圈的一名演员成为微商界的大佬 作用亿万身价的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风 欢迎来到风格8点半 今天我们进一步剖析张婷和林瑞阳的事情 请大家点赞的时候 长按点赞键三秒 谢谢 我们在说张婷林瑞阳的事件之前 先说一下娱乐圈艺人发展的方向问题 归纳总结大概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趁着自己有热度有流量 快速抓住机会 包括代言广告 商演 接电视剧 电影 可以说做到了资本的最原始的积累 最后大多数都转行为导演 第二种就是通过自己的影响力 做自己的老板 包括自己开公司 自己做产品 自己做自己品牌的代言人 而张婷就属于第二种方式 张婷的TST婷秘密成立五年的时间 就拿下了纳税21亿的战绩 什么概念呢 比跨国公司纳税的还要多 这仅仅是依靠明星效应 就可以和国际品牌抗衡的一个局面 那么张婷为何从一个小演员 成为一个微商界的大佬 我们再翻看一下张婷的称名时 您会发现张婷不简单 为了在娱乐圈里面能够站稳脚跟 不惜嫁给比自己大11岁的林瑞阳 本来以为嫁入豪门的她 享受阔太太的生活 相浮教死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这就可以了呗对不对 但是张婷却不是这么做 更不是这么想的 她和林瑞阳结为夫妻以后 其实是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嫁入豪门仅仅是她迈开创业的第一步 她要成为真正的豪门才是终极目标 在2013年就成立TST公司 反正现在张婷已经衣食无用 再也不用辛苦拍戏了 那么就放手一搏 失败了大不了在家哄孩子 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张婷是非常聪明 把微商套路那发挥的淋淋尽致上 据一个自称前员工的爆料 她的运营模式来看 从一个普通员工到董事长 仍然没有挣到钱 那么谁挣到了钱呢 这里不言而喻 而这个员工一直都在看朋友圈里面 谁在爱又入百万了 啥的 他却没有 那是为啥呢 自己都发展了两个董事长 还没有挣到钱 回过头一看 自己给自己发工资 这个号称公司不让囤货 但每次活动都是打折力度非常大 那咋办呢 就囤位 就这样 他走进了一个无限循环的道路 所以说通过这个事儿 大家也不要被所谓的一年能中百万的公司 所洗脑 只有脚踏实地才是正路 张廷同时凭借着公司的运营阶级分明 奖励诱人 但真正挣到的钱又寥寥无几 其实关于他员工内部爆料的事情 大家感兴趣可以自行查阅 在网上有很多的内容 我不在这里过多罪述可以说张廷 依靠着这种套路和打法赢得了几千万人的支持 那么你想知道他又是怎么办到的吗 第一他花大把的钱放在了自己身上 虽然年纪不小了 但是一直保持着貌美如花 一丑二十多岁十七八的感觉 你看保养的这么好吧 我是怎么办到呢 我就是用我家的产品呢 再加上他明星身份的加持 还有通过他老公和他的娱乐圈的资源 找到了很多明星大卡给他站台 这样一来明星自带流量迅速崛起 第二点他就是不断的炫富 曾经他也放话说了 我家里全是钱对不对 什么豪华游泽轮的上亿的大豪宰 我说买就买皮买白菜还不夸张 进客厅的时候我都容易走迷宫 跟客厅太大了 同时各种秀恩爱打造人设 大家一看这么有钱还这么恩爱 一是人品好有财力 而且他们年龄还那么大 人家都那么爱人品没毛病 这样的好人设 这样的经济实力跟着干吧 再加上他这个一线二线演员 那个代言 你说我们用啥产品不是用呢 对不对 就这样 就形成了他庞大的商业帝国 可以说 只要张廷镇庇护千万粉丝 马上跟随呀 纷纷走动吸引大量的代理商 为他卖命 到目前为止 全国一共800余家分店 766万经销商奋力的 为他发展徒子徒孙 到现在为止 张廷已经做到了金字塔的顶端 毫不费力的受人供养 这才有了他一年能够交纳上亿资金的说法 可以说大量的资金用入 也让张廷迷失了自我 迷失了心智 就出现了高价化妆品 成本几块钱的化妆品 卖到几百块钱的事情 甚至出现了用他的化妆品 过敏等等事情 我记得2019年的时候 中国第一狗仔卓伟就曾经爆料说张廷家的产品 在网上那个差评非常非常多 留言返回都说没有笑我 更别说抹了会年轻 甚至还有很多副作用 太明显了 但是就是这样的产品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一直买买买买呢 因为他有一个庞大的营销组织 靠着他强大的洗脑功夫 这就造成了很多人上当 所以说这样的产品能不出问题吗 这样的模式又收割了一波又一波的韭菜 以后不出问题才怪的 您说呢 好 关注风格八点半 让您了解不一样的娱乐圈 好 今天分享到结束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